听着 总算皇上还记着 今日是永瀚满月 今日是中秋 又是永瀚满月之日 朕自然要来看你们 这天这么热 煮净直去常中空也是好的 为什么非得来御花园啊 御花园的玉簪怕是要开了 反正现在请安还早 咱去瞧瞧 是 请贵妃安 八二哥请贤贵妃安 八二哥长得越发都好了 多谢贤贵妃夸奖 樱儿 奴婢在 蠢笨的丫头 这么热的天气 扇个扇子也偷懒 好吃懒做的 你是想活死吗 家妃 一个宫女干活不利索 何必动干活 好 妹妹不过是教训一个丫鬟伴儿了 贤贵妃有什么可心疼的呀 皇上驾到 臣妾请皇上安 皇上万安 天这么热 怎么在这儿说话呀 臣妾正在和贤贵妃说笑呢 皇上去看七阿哥 是啊 这永从啊 乖巧可爱 朕一日不见就想念得紧啊 臣妾的八阿哥 也想念他的哥哥呢 这臣妾正要带他去 给皇后娘娘请安呢 什么声音啊 皇上 好像是哪个宫女挨了打 脸上受不住疼呢 是臣妾管教不严 有的人套扰了生家 是 闭嘴 是 朕与皇后一向宽人待下 从未听说大宫女忍不住疼的 尽忠 带上来瞧瞧 喳 皇上便是她了 生得倒是挺伶俐的 站在这凌霄花下 倒有几分像你的模样 皇上 奴才说句不知轻重的话 这宫女是有福气 眉眼间还真有几分像贤妃娘娘 只是无论怎么 都比不上娘娘的端贵之气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皇上请安 奴婢 奴婢几贤公公女婴儿 给皇上请安 婴儿 哪个婴啊 奴婢姓魏 本名燕婉 便是粮食燕婉的燕婉 婴儿 是主日赐奴婢的名字 用的是樱花的樱 这脸上红一块 是被拧的吧 不 主日下手轻 是奴婢肤色白 才嫌得红了一块 不安分的丫头 本宫不过是看你蠢笨不会伺候 才轻轻拧了你一下 你平白地做出这副样子来 想给谁看啊 这手上的伤 也是轻轻一拧拧出来的吗 皇上 臣妾知罪了 臣妾不过是 孕中急躁 才 才动手打了他 这心伤旧伤相迭 不只是有孕时动的手吧 皇上 你说你叫婴儿 是家妃给你起的名字 主赐奴婢名 是对奴婢的厚爱 放肆 你明知道贤贵妃 从前的闺名是青婴 你还给她起这样的名字 实在无礼 皇上 臣妾是无心的 臣妾没有想到这一层了 以后你不必交婴儿了 交回你的本民宴外 也不必再回启强宫了 是 梁时燕婉 你读过书啊 前几年 奴婢在淳贵妃宫里 释放过大阿哥 跟着读过几句书 当时皇上 还跟奴婢说过话 奴婢如今已经二十二岁了 皇上 燕婉这个年纪 离宫归家也是好的 要不然皇上再给燕婉许个婚 想侍卫什么的 也好安慰她这些年 在宫里受的苦楚 如意啊 朕瞧她还算是伶俐 可待到狱前当个宫女 你觉得如何 好安 不如问问燕婉姑娘 喂燕婉 你不必害怕 大胆说 是不是想让皇上放你出宫 许个婚 贤贵妃问你话呢 好 奴婢自进宫以来 一切都是皇上的 奴婢愿侍奉皇上左右 好 靖忠啊 带她到狱前 好好教她规矩 喳 皇上 怎么 不想放人哪 臣妾不敢 你不必去长城宫了 回你自己宫里 好好思过 下去 臣妾告退 皇上 让奴才先带燕婉姑娘回养心殿 好 是 皇上 您很抬举魏燕婉 家妃欺负她 是有意折辱你 朕把她调到狱前 家妃就明白朕的心意了 以后 就不敢这么 肆意妄为了 臣妾谢皇上 朕同你去长城宫吧 臣妾 我现在 觉得有点累 想歇一歇 过会儿再去 也罢 朱孝什么呢 是在想家妃拿你明慧做文章的事 还是在想皇上 安排魏燕婉进狱前的事啊 都不是啊 是想起林韵澈的托付 魏燕婉算是出了启祥宫了 可林韵澈跟她 也怕是难了 可皇上 若是看上谁 大可直接下纸收了她 何必让人教她御前宫女的规矩呢 不过也是 奴婢瞧刚才魏燕婉那个样子 主有意提示林侍卫 竟是拦也拦不住 以前虞主也说过 这魏燕婉对皇上是动过心思的 这回恐怕是 今天这事啊 你还是去知会一声林韵澈 是 可是告诉她也于事无补 林韵澈是留不住她了 但愿林韵澈不会像上次那样苦恼 但愿林韵澈不会像上次那样苦恼 方才贤贵妃问你你犹豫什么 没什么 就是怕说错了话让皇上嫌弃了 那你放心吧 皇上喜欢你 这儿有御前宫女的衣裳 一会儿换上 静真公公 如今我进了养心殿 那我到底算什么呀 算什么 那可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这件事若是不成 往后你便悄悄跟了我 这件事若是成了 便拿你一辈子的荣华来谢我 你的青云路才刚走了半步 可别从云头上摔下来 静真公公 求你好歹教教我吧 你就算进了养心殿 也还只是个宫女 没什么出息 只有皇上册封你为妃嫔了 才有一条好路等着你走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算你还是聪明 换了衣裳好好打扮一下 给皇上敬察贤去 记住 好好融入皇上的心 我能为你做的可就都做了 往后的路什么样 可就看你的本事了 皇上在里边 快进去候着 嗯 快进去看 皇上 皇上 她再出 ultimate 皇上 也不是联系你一个 换作是别人被打成这样 朕也看不过去 这家妃啊 确实霸道 还把你的名字 改成贤贵妃的闺名 皇上 奴婢 奴婢还以为 您是记得当年在御花园 与奴婢说过的话 什么话啊 您说奴婢的名字极好 如丽人腹中所言 亭亭四月 夜晚如春 哦 朕记得了 你是当日在淳贵妃的宫里 照顾永皇的那个吧 皇上终于记得奴婢了 奴婢死而无憾 朕还说了些什么 皇上还说 等朕有一日 欢愉在今夕 夜晚及粮食 朕还跟你说过这个 那皇上 天子之言 您可还当真 天子之言自然当真 可是 朕当年的话 您也别讳错了意 再说过了这么久 朕是否说过那样的话 也未可知啊 皇上 恕奴婢多嘴 您日夜为国事操劳 衣裳都松了 得量了尺寸重新才过啊 你如何知道朕的身形啊 奴婢从前在四肢库 一直伺候皇上的衣裳 皇上的身形 日日如在眼前 是否也许可知 那时 你还没照顾永皇吧 是呀 奴婢进紫禁城 就是因为这儿有皇上 只要能见着皇上 无论与奴婢相隔多远 奴婢的心都是暖的 如今 你离我这么近 奴婢的心是热的 既然朕的衣裳不合适了 那就添见新的吧 你替朕量 奴婢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朕叫你量就量 皇上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你来得正好 传朕的旨意 封宫人魏雁晚 为答应 此居永寿宫 今晚是寝 再拨两个宫女给她 喳 奴婢这就带魏已答应 去永寿宫 谢皇上 你开灯